盛大节日 在这个冰雪季行将结束的时候 全国冬运会盛大开幕 冰雪剑儿们将用最高水平的赛场竞技 为这个冰雪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期待 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组委会执行主任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王立霞同志 主持开幕仪式 尊敬的盛一勤国务委员 各位来宾 同志们 朋友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开幕式 现在开始 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入场 鲜艳的五星红旗 正庄严的 向我们走来 五星红旗 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热血与拼搏 团结与荣耀 凝聚着冰雪剑儿 心系祖国 脚踏实地 顽弯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和对梦想的不懈追寻 凝聚着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环荣昌盛的美好向往和共同祝愿 凝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入场 凝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入场 凝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冬季运动会 汇齐 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冬季运动会 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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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齐首人 是八名优秀运动员 教练员代表 他们是隋文静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冠军 中兴龙赛队获得单板滑雪平行项目全国比赛多个冠军 季冬,北京冬奥会输出贡献个人,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教练员。 范国耀,创造中国选手在冬奥会雪橇项目最好成绩。 田林元,获得全国冰湖锦标赛优异成绩。 彭岳熙,获得本届冬运会单板滑雪平行项目新年组冠军。 郭亚,获得全国冰湖锦标赛优异成绩。 池翔宇,获得东兴奥会雪车项目首枚奖牌。 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会骑直骑手的, 是内蒙古四十区的八名先进模范人物代表。 他们是王爱玲,全国三八红骑手。 巴斯尔,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殷玉珍,全国黄沙制杀英雄。 桑铮宇,中国古井中城卫士获得者。 白金领,全国脱贫空间凯模。 傅冰冰,内蒙古四十区道德模范。 张敬玉,全国古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李一芝,全国劳动模范。 请运动员、裁探员入场。 首先进入会场的是裁判员代表方队。 担任本届冬运会裁判工作的裁判员,共有1698人。 他们具有丰富的国际国内大赛职财经验。 他们将顶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严格执行竞赛规程规则。 克尽职守,全心全意为暂时护航。 现在入场的是北京市体育代表团。 届冬奥奥契机,北京充分发挥双奥支撑优势。 首都冰学事业持续蓬勃发展。 步入后冬奥时期,北京将凝聚奋进力量, 把体育强活建设,全面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精争城。 本届中运会,北京派出189名运动员参赛。 现在步入会场的是天津市体育代表团。 天津深入贯彻党的20大精神,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本届中运会,天津代表团共派出150名运动员, 参加5个大项,72个小项的比赛。 他们将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争创运动成绩和精神闻名的双丰收。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河北省体育代表团。 河北已推动东奥场馆综合利用, 和后东奥冰雪运动发展为契机, 全面加快体育强省和冰雪运动强省建设。 本届中运会,190名燕兆建儿将全力争取耗成绩。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山西省体育代表团。 悠悠华夏,威威太堂, 唐风禁运,壮美山西。 本届中运会,山西首次肃团参赛, 将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自信开放,生机勃发, 在场拼搏,绚丽绽绽放, 精神之美,竞技之美,冰雪之美。 去写后东奥时代的锦绣华章。 现在入场的是辽宁省体育代表团。 本届中运会,辽宁省共派出了近200名优秀运动员, 参加7个大象,15个分象,137个小象的比赛。 辽宁非常重视冬季项目的发展, 力争在本届中运会上, 博取历史最佳成绩。 全力打造,在夏奥会,冬奥会赛场, 都能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领军省份。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吉林省体育代表团。 吉林省深入贯穿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云山的发展体验。 竞技体育旅创佳季, 全民健身广泛开展, 体育产业稳步提升。 吉林代表团将以良好的精神风貌, 优异的运动成绩为东运赫台。 现在入录会场的是黑龙江省体育代表团。 黑龙江是中国冰雪运动的重要基地, 培养出一大级东奥和世界冠军。 他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黑龙江时重要讲话重要实习精神。 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永攀高峰为体育强活建设, 贡献力量。 现在入场的是上海市体育代表团。 上海围绕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目标, 着力打造冰雪运动南展西阔东进的桥头堡。 参加动运会的43名深层冰雪剑儿将努力践行, 追求卓越的上海城市精神, 力争取得优异成绩。 现在走来的是江苏省体育代表团。 江苏深入贯彻体育强活战略, 提升卫国争光贡献度, 培养了198名世界冠军。 本届中运会, 17名运动员参加15个小项的比赛, 以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航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 走在前做示范的新使命。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浙江省体育代表团。 在东京奥运会和杭州亚运会上, 浙江竞技体育创造新的历史。 在本届东运会上, 他们将为浙江永当先行者, 补写新篇章, 做出更大奉献。 现在走来的是安徽省体育代表团。 飞风晚运天下秀, 江怀健儿静风流。 近年来, 安徽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在本届中运会上, 安徽共有53名运动员参加25个小项决赎, 力争取得好成绩。 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 贡献体育力量。 现在入场的是福建省体育代表团。 山海画廊, 人间福地, 福建省共有16名运动员, 参加三个大项, 二十个小项的角逐, 内征在冬季项目上实现突破。 当前, 福建省正遵循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剥话的新福建宏伟蓝图, 奋力不写中国式现代化, 福建建章。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江西省体育代表团。 他们将聚焦走在前永征天擅作为目标要求, 打造三大高地, 实施五大战略, 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补写中国式现代化将一天章。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山东省体育代表团。 本届中运会, 他们派出48名运动员, 看下六个大项, 42个小项比赛。 骑鲁体育健儿将破冰御学, 向胜而战, 力争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闻名双丰收。 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体育强省贡献冰雪力量。 现在进入现场的是河南省体育代表团。 河南以鼓舞和扩大后东澳时代,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为使命, 实现了冰雪项目跨越式发展。 本届中运会, 河南将在四个大项派出73名运动员参赛。 奋力辅解,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炫丽天章。 下面走来的是湖北省体育代表团。 奋进先行区, 以利古新田。 近年来, 湖北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 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取得贤助成效。 本届中运会, 湖北首次组团参赛, 祝愿他们开拓进取, 奋勇向前, 在中运赛场上一展金楚风采。 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湖南省体育代表团。 三乡儿女劳迪习近平总书记主托, 明星俱立, 矛定三高四新美好男徒, 在驱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 彰显体育新担当。 本届中运会, 湖江健儿将奋勇拼搏,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湖南金天章。 现在附入会场的是广东省体育代表团。 广东代表团由126名运动员组成, 参加七个大象,十岁的奔向的角逐。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除兵, 敢闯敢世, 敢为人先的南国现实, 将在赛场上完全拼搏, 奋勇争先, 争创佳绩。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首次参加中运会的广西代表团, 派出29名运动员, 参与滑冰、滑雪及雪车等9个项目的角逐, 将全面展示新时代壮美广西的体育风采, 让我们共同祝愿他们取得优异成绩。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海南省体育代表团。 乘着自由贸易港的东风, 本届农运会海南省代表团实现参赛零的功夫。 共有两名运动员参加自由式滑雪男子障碍追逐项目决逐, 并向奖台发起冲击。 现在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重庆市体育代表团。 重庆是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育育强势。 一百三十七名重庆冰雪建儿蓄势待发, 斗志昂阳争创加进。 新重庆向前进再出发, 为重庆加油! 现在走来的是四川省体育代表团。 四川成功举办成都大运会, 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斗志昂阳的二百四十四名巴蜀儿女, 将继续弘扬、爱祖国、雄穿体、 闯心目舞、真地一等四川体育精神。 为奋力误解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贡献体育力量。 现在走来的是贵州省体育代表团。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贵州体育健儿迈着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向我们走来。 三十三名运动员将参加负责大将二十七个小项的决定。 他们将发扬新时代贵州精神, 在赛场上展风采创加技。 迎面走来的是云南省体育代表团。 近年来云南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实现冬奥参赛等多次历史突破。 本届冬运会将参加滑雪、滑冰、滑雪登山、 冰湖四个大项比赛。 期待云南省代表团取得新的更大出货。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西藏四肢体育代表团。 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新向党。 首次参加全国中运会的西藏主义建儿, 将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展现西藏人民, 坚定跟党走,努力建设, 环节、富裕、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坚定信心。 现在入场的是陕西省体育代表团。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105名运动员将以老秦人的宁静 在滑冰、滑雪、雪车、雪橇、冰球项目上 顽强拼搏、奋勇争陷。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狐写陕西新天争作西部失败。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甘肃省体育代表团。 本届中运会甘肃代表团的23名运动员 将参加三个大奖、22个小奖的比赛。 为我们展现龙元儿女牢记主托、 富重自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心甘肃。 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的良好面貌。 下面走来的是青海省体育代表团。 三江支援、大美青海, 以建设高原体育强省为己任, 顺势而为开拓创新, 推动竞技冰雪、全民健身、 品牌赛事深度如何。 本届中运会派出141名高原健儿, 将在六个大项的比赛中奋力拼搏, 争创佳绩。 接下来入场的是, 宁夏围族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赛上江南神奇宁夏。 本届中运会, 宁夏派出81名运动员参赛。 当前,宁夏各国人民一起风发, 正朝着习近平总书记破话的, 经济繁荣、民族团结、 环境优美、 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 奋勇前进。 宁夏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现在走来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给予大港环。 新疆是个好地方, 北有阿尔泰山, 南有昆仑山, 中有天山山脉。 冰雪文化已运寻厚, 丰厚的冰雪资源, 催生了冰雪运动、 冰雪旅游、 冰雪产业的快速发展。 本届中运会上, 85名新疆体育舰员将参加四个大象、九个文象、六十七个小象的比赛。 现在入场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体育代表团。 香港回归古国二十七年以来, 在各区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地的支持下, 体育事业取得了长期进步。 在本届中运会上, 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出七十人代表团, 参加冰球、八样滑冰和滑雪等三个项目的比赛, 将以精全力突破界限为口号, 以来自全国各地的建儿, 相处切缩, 建立先制以宝贵的友谊。 现在走来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体育代表团。 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年来, 在一国两制下实行澳门制澳高度自治, 推动机遇事业快速发展。 本届东运会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有五人组成, 将参加花样滑冰项目比赛。 现在入场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冰环体育代表团。 冰环人更具红色血脉, 忠实领行国家富裕的维稳戍边光荣使命, 为恐怖国家监防,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近年来, 冰环广泛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 大力发展冰雪产业, 冰雪运动, 澎湖发展。 下面进入现场的是中国石油体育协会代表团。 中国石油体育协会始终坚持服务企业, 服务员工, 推动群众体育和经济体育协调发展, 打造了具有石油行业特色的系列品牌体育赛事, 为强健员工体魄, 提升石油经济水平, 推进健康企业建设, 贡献了力量。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股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二百一十六名冰雪运动员首次实践中运会全向参赛, 他们将荒扬龙古马精神和三水精神, 顽强新国奋勇生先超越自我, 再出风格再呼水平, 努力争创, 优益成绩。 卡拉红旗冰雪之约, 北疆俨然运动兴行, 借令十四中, 内蒙古冰雪运动成果发展, 冰雪产业释放合力, 推动全区经济, 快速增长。 两千四百万各族干部群众, 正沿着徐静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以助劳中华民族共同意义为工作体验, 聚焦办好两件大事, 创新路尽中游, 开拓创新, 五干十干, 在新争城上奋力说写中国世界代化, 内蒙古新天堂。 运动员、裁判员已经来到现场, 他们是冬运会赛场上最耀眼的明星, 他们将进行八个大象, 十六个分项, 一百七十六个小象的角途, 展示新时代运动剑儿的豪情壮志和奋斗精神, 展现冰雪运动的昂扬风采, 以拼搏的汗水, 浮雪冬运舞新天杖, 让我们共同预祝他们取得优异的成绩。 请全体起立, 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 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少诚同志 致欢迎词 尊敬的沈一勤国务员 各位来宾 同志们 朋友们 过年好 全国各独人民 欢迎新春佳节的美好时刻 热烈欢迎大家来内蒙古 参加第14件 全国冬季运动会 在此 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政府 代表 劝取2400多万各独人民 想远道而来的 珍贵客人 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美好的祝福 奸然英雄激情 放飞中国梦想 十四冬 是北京冬奥会后 首次举办的 全国冬季运动会 是2020年 米兰冬奥会的练兵场 是北疆儿女 翘首以盼 劝国人民 满怀期待的 冰雪盛宴 解国承办任务一来 我们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快建设 体育强国的重要论述 和带动三议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 重要指示精神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高度重训下 在沈一勤国务委员 国家体育总局的 吸引指导下 在社会各界的 搭理支持下 秉持绿色 共享 开放 连结的办赛理念 和检阅 安全 精彩的办赛要求 举全局指令 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清醒为 劝国人民 奉献一些精彩分成的 体育盛会 劝国期待内蒙古 内蒙古已经做好准备 今晚盛会如期而止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成立大会挥止的盛火 将在这里汹汹燃起 他见证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光辉历史 也点燃了 千曲上下 吃苦耐劳 闯新路 以往无前 尽中游的奋斗激行 所谓东道主 我们已经借尽全力 做好服务保障 能力把十字东 搬出水平 搬出特色 搬出精彩 让我们手牵手 坚定坚 驰骋冰雪 祝孟北疆 共同为体育强国建设 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灯光天台 祝十字东圆满成功 祝敬雪剑尔 使得满意成绩 谢谢大家 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 组委会主任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高志丹同志 致开幕子 尊敬的 沈怡琴国务委员 各位运动员 教练员 各位来宾 同志们 朋友们 在全国人民 欢庆青春 持旧迎新的 美好时刻 在银庄祖国 磅礴壮美的 塞北草原 我们相居 大美内蒙古 共同庆祝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全国冬季运动会 隆重开幕 我仅代表国家体育总局 和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主委会 向各位运动员 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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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热烈欢迎 向内蒙古自治区和协办本届冬运动会的北京市河北省党委 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 向工作人员 志愿者 及关心支持 本届冬运会的社会各界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022年 无与伦比的北京冬奥会 创造了我国冰雪运动新的历史 本届冬运会将续写 我国冰雪运动发展新篇章 当前 全国体育战线 正在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 重要指示精神 深化体育改革 推进高质量发展 加快体育强迫建设 作为冬运会历史上规模最大 项目最全的体育盛会 本届冬运会将秉持 绿色共享开放连结的办赛理念 扎实推进冰雪运动 南展西阔东进 巩固和扩大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 展示和检验我国冰雪运动发展水平 在美丽的内蒙草原 勤劳的内蒙古人民 正发扬思苦耐劳 一往无前的猛胡马精神 书写中国是现代化新篇章 广大冰雪剑儿们 期待你们在赛场上 挥发万马奔腾 四如雷的壮志豪情 展现旅兵踏雪 池如飞的高超技艺 共同汇旧 公平干净 团结奋进 超越自我 民族交融的精彩画卷 合力奏响 中华体育精神 北京冬奥精神 同奥林匹克精神 蒙古马精神 交相辉映的壮美篇章 同志们 朋友们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 宁心俱力 砥砺前行 同谱 东运新曲 共唱草原欢歌 一届 简约 安全 精彩的东运盛会 加快举强国建设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现在 我荣幸地邀请 盛一秦国务委员 宣布 第十四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 开幕 我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四届 冬季运动会 开幕 曾经 节目 我宣布 好像 如果 我宣布 因 请全体起立 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冬季运动会会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会期 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会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坐下 请运动员代表宣誓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 严格遵守竞赛规程 竞赛规则 尊重对手 尊重观众 服从裁判 勇于拼搏 团结协作 再出风格 再出水平 拒绝 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 争取优异成绩 宣誓人 孔彬彬 请教练员代表宣誓 我代表全体教练员宣誓 严格遵守竞赛规程 竞赛规则 尊重对手 尊重观众 服从裁判 表现良好大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 宣誓人 范洪文 请裁判员代表宣誓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 严格执行竞赛规程 竞赛规则 恪守本职 中立正职 团结协作 秉公执法 做到严肃 认真 公正 准确 竭尽全力 履行我们的义务 宣誓人 张春辉 请观看文艺展演 燃瓶冰雪 祝梦北疆 一片生机盎然中 这里是美丽的内蒙古 这里是美丽的呼伦贝尔 滴水成冰 地绿被洁白覆盖 冬季 这呼伦贝尔最美丽的季节 来到了 两个小朋友安达和赛奴 迫不及待地投入冰雪当中 尽情享受冰雪运动的快乐 安达和赛奴是本届冬运会的吉祥物 他们的名字来自于蒙古语 连在一起就是朋友 你好的意思 冰天雪地 自由战法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已经来了 这是冰雪的世界 宽敞 宽广 自然风暴 在冰雪当中 大家欢聚在一起 一起迎接冬孕盛会 这是新时代的内蒙古 绿色 高效 丰饶 富足 在新时代 我们一起出发 一起踏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带着美好的祝福 带着畅游内蒙古满满的收获 安达和赛奴回到冰场 回到了十四冬的赛场 乘кус及 sterointed 雪花和雪花 传预在一起 雪花跟雪花 传预在一起 tattoosea 拥抱着春天ут鱼 拥抱着春天 亭飞 拥搅着美丽 拥抱着春天 anál장을广 新光ов 黄인지 not 载不瓆 成了 咱俩在一帝 唯一同帝国 阿阿拉估计 伴随着蒙古总领歌 乌拉勒提优美的声音 文艺产演开始探计 阿拉估计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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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着一日盛装的舞蹈演员们正在表演的是中丸舞 这是草原人民欢迎远方来客的热情舞蹈 来了奔腾的车马 来了远峰的朋友 草原纳达木盛情相聚 木以山海为远 共复环节之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民族像十六死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 守不相亲 守望相助 中华儿女一家亲 同心共住 中国梦 在辽阔的内蒙古代 世代居住与此的各族人民融洽相处 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舞蹈表演就代表着蒙古族 赫伦春族 赫文克族 达沃尔族等多个民族 热情的内蒙古人民 身着盛装盛盛装 挑着手骨 跳起舞蹈 如同一场盛大热烈的纳达木 热情欢迎着十字东的客人们 春族 李宗盛 春族 鄭ün택 弥宗盛 热情达木 库 struggl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绿色万里长城,守护北江,靓丽风景线 黄河两岸皆故土,长城内外是故乡 我们欢歌齐舞,书写团结与奋斗的新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场的演员跳起的是一种传统民族舞蹈 安代舞 演员们挥舞着红色的绸巾,踏上音乐节奏翩翩起舞 一直以来,安代舞就是一种草原人民表达欢乐 抒发美好情感的集体舞蹈 安代舞起源于内蒙古,有着几百年的历史 在新时代,这种充满欢乐情绪的舞蹈 恰能充分地表达出人民对丰收的喜悦 对建设的热情,对火候生活的美好向往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残材 Jerusalem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据红色血脉牢记初心实力 各国人民赶党恩 金党化 跟党宝 描摹时代 斩金化炫 万叶奔走 你一定要回来 拜拜 蒙古马驰骋北疆大地 迎风而立 踏兵卧雪 吃苦耐劳 一往无前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 激励着中华儿女追逐梦想 无畏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季草原 夜明天 风雪交加 寒意刺骨 在北风呼号冰天雪地之下 一群蒙古马迎风冒雪 艰难跋涉 远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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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共赴一场驰骋的浪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月当空 冰面如镜 一朵朵雪花飘落 落在冰冻的湖面上 化成冰上仙子 冰上仙子翩翩起舞 将这夜色点缀得 越把空灵尽一 越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越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越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越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营造出来 被营造出来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的湖泊师弟 正在休养生息 为了我们的大草原 大森林 大师弟 我们一起努力 让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 就在这不懈的努力中 越来越美 不断铺开 冰与火在交汇 天和地在碰撞 红与兰正在把拼搏上演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点燃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应生辉 澎湃激荡 看 在七棍球之乡 呼伦贝尔 冰球飞旋 中国的精气神冰雪梦 正飞扬 下面将是一首歌曲 冰雪的火焰 歌曲表演动感十足 激情澎湃 由安达瑞士组合带来 在激昂的歌曲声中 场地内也将进行冰球 滑冰等运动项目的展示表演 《煞灵踪增》 小鹏黑衣雇舌 及高功之锅 湖将厉害 小鹏黑衣雇尖 從翅膀擁抱擔憂 像一群歸來的片片少年 天刻地不在等待 像一聲一聲吵到天下 像一座岗山雷腸槍牽 像一道長的無可應酬相見 天刻地默默無言 從上去 把你身上去 從上去 飛翔天空 從上去 燃燒的無可應 從上去 燃燒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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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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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